大家好,欢迎收听窗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易得台阳下还有 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亲力好 阿拿大的家产生 欧欣汪又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网友编辑部正向宝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回来说些什么话题,社长 说一下沙嶺啦,沙嶺那里上次我们讲的就没什么人听 不要紧要的,我们都会照样讲的 因为那个问题很大 上次我们讲的那个方向就是说 最初深圳提出来的说法 其实就是跟现在的人反对的那个意见有些不是很同 那个根源就是他们觉得痕状设施 硬眼或者不吉利 其实现在都有人这么说 你将心比心,有这些设施在你家里 你会不会觉得接受得到呢 就是有些都是素诸于那些 就是封建余毒那些感情的东西 目前沙嶺那边不是什么民居旁边 都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是比较偏僻的那个地方 其实根本是很大距离的 就是沙嶺那里其实他们有些卫星图 量了只有200米去到深圳河是200米 但是去到其他的建筑是超过500米的 也就是说都有考虑到这个建筑不接近民居的 所以各位仁兄在我们留言说 以近民居好不好呢?张心比心呢? 其实这个比较就完全不正确了 这个又要讲一讲 其实最近就是香港那些村屋 因为他们那个环屏是有量过的 是几百米,就是200米以内的 就是最近那间村有200多米左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都是凭记忆的 因为我昨晚看了很多文件都看得很累 其实是很荒谬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的社会是很荒谬的 就是这一样东西变成了一个议题 最初就是讲硬硬的 其实2015年的时候 深圳炒这个问题就是觉得 香港你站在一个超级品壮城 其实这些设施就是很扭心的设施来的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那我问一下大家什么叫做偶心的设施 生老病死的设施有什么是偶心的 是民生必须的东西来的 其实就 你反对它你就说它是偶心 接着现在呢 其实我上次都没免得讲 看看人家的反应是怎样的 现在有些人就拿出来讲了 就说大湾区的规划 那里是黄金地段来的 所以就不应该建这些设施 这个我认为也是乱叉不说的 如果深圳河一边 已经建成高楼大厦 那深圳河的另一边是不是都要建成高楼大厦 才可以密尽其用呢 要跟深圳竞争是不是 其实这个规划其实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香港这边我觉得你做多些绿化的设施都OK的 都是可以譬如你弄一些公园这样的 因为长远来讲呢 深圳和香港就不会有边境的 这个我讲的 就是如果你用一个很长远的角度去看 因为现在的人他们讲长远嘛 那我就跟大家讲长远 长远的角度去看就是香港是不会有 香港和深圳不会有边境的 还有你看看深圳那个规划 真正的市中心不是在挪湖的 不是在挪湖区 挪湖是有商业区 但是它那里不是整个深圳的重要地方来的 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在福田 那大家既然讲规划 大家一起讲规划 不要借大湾区的规划来压 现在已经安排了要做的事情 还有有些人就说要 这个我都不能够可以很系统性地讲 因为迟些我们会再讲的 不过现在就先讲一些概念给大家听 也都不想骂人 这个忠诚的废物就不是我们讲的 大家应该先记得 就是田飞龙讲的 田飞龙讲忠诚的废物 就是说是一种现存在香港的现象 他就说改了选举制度之后 中央对建制派有更高的要求 不是要打造橡皮图章和忠诚的废物 这样讲 他说忠诚的废物就不是针对建制派的人 而是一种可能出现 或者已经出现的治理能力不章的现象 这样讲的 当然田飞龙的言论就引起社会激烈的讨论 和建制派人士的不满 那其实究竟所谓忠诚的废物究竟是否忠诚呢 其实你看到今次这件事 很多人会有私心的 我就不讲忠诚的废物是哪些人 自己对号入座 你们自己想哪些是忠诚的废物 但是田飞龙先生所讲的忠诚的废物 其实原来不忠诚的 有些人做的事很有私心的 可以出来回应说 有些人出来就说 我们那时候投赞成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大湾区的规划 现在有大湾区的规划我们就反对了 但是珠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概念 有了很久的了 就不是你投赞成票的时候 这些事就不存在的 有些事是乱叉诺说的 其实现在香港那个规划 做那个笨状设施 沙嶺笨状设施 某程度上都是 绝大部分地方都是绿化土地来的 只是里面有两三栋的建筑物 如果你不告诉人家那两栋建筑物 里面是装骨灰暗的 没人知道的 现在那个建筑署画出来的幅图 其实我本来想分享给大家看 不过我想一下也不想 就是它做那个纪念公园和安置设施 其实那两栋建筑物呢 严格来说都是东西向的 有一栋建筑物主体是向西南的 短的一边是向西南应该这么说 那现在当然了 那个规划会不会过大呢 原先的规划 这个我觉得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已经做了那些基建 有些人说可以用来建楼 这个就很坦白说 讲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懂的 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个设计 是不适合来做这个建楼呢 因为那个位置的交通设施 是只能够一年顶两天的 大概是 两天顶峰的 就是清明和重阳 你说一个这样的地方 如果一年365天 不要当是一年365天 你由死人的用途 就是活人去探死人的用途 变成活人周围 日出出入入的用途 你想一下那个交通 是否符合得到 就是其实你现在做了那些平整 那些全部都会浪费了 那当然你可以拗一样东西 就是说这些是 已经算了进去的成本 你不可以再 你现在要重新考虑过 推倒重来 其实你现在推倒重来 可以不可以呢 推倒重来 其实会引起更大的民怨 因为香港有一个 迫切性的问题 就是骨灰鞍是不够用的 就是骨灰鞍子的设施是不够用的 好了 那特区政府是要处理这个民怨问题 那究竟你这些建制派 是不是会帮政府 现在你提出反对沙 就是现在这个规划的人 是不是会帮政府在其他地方 找回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 现在有些人又说 要放在屯門那些地方 那些是否真是可行的方案呢 那还有些人更厉害到 要放过去小熊湾 就是将整个殯葬城移去小熊湾 但是那个问题又在这里了 香港的北区的居民 现在有些人有些议员就说投诉了 只是那些厌务性设施就放上来 就是香港市区就没有厌务性设施的 那些厌务性设施就放上来北区 我们已经调起很不顺的了 那它当然是讲这个骨灰鞍子所的计划 又是厌务性设施了 就是其实讲到底都是封建余毒的 其实现在就用一个大湾区规划 来包装这个封建余毒 那你觉得你这样讲 是不是真的可以瞒过中央的决策者呢 就是说现在我很偉大 我为了大湾区 所以我这个沙嶺 这个骨灰鞍治所和纪念公园的 一期工程我就要废掉了 这样 当然了现在有人是要炒热这个议题 就是要用这个议题 来拿一些政治游说 和实际的游说 因为很坦白说 起了这些东西 对香港的骨灰鞍价格 是会有一个向下调的压力 是会有一个向下调的压力 政府起这么多 是不是 有这么多的鞍位 网台界那些人找不到吃了 买不到骨灰鞍 你现在真BC说买骨灰鞍呢 其实就是之前有些网台的业的人士 就在澳门买骨灰鞍的 没错 那现在当然也有些人是 说其实应该整个 你的骨灰可以放在内地 珠三角其它位置 有些人是讲这件事情的 可以更加好的规划 那你有没有问过 现在香港人 究竟他接不接受到 把那些先人的骨灰拿上去 珠三角呢 其它地方呢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着这个问题 不是个别例子来的 你看看内地的其它大都会 举个例子就是上海 长三角 其实现在都在搞大湾区的 不是只有珠三角有大湾区的 长三角都有大湾区的 长三角很多东西都是讲 要搞文明笨葬那些东西的 你现在拿一些大湾区的发展 去包装一些人的封建鱼毒 你觉得是合不合适 其实我很想问深圳的街道 街道的那个政协人大 当你那个建筑物设计的时候 已经看上去根本都不像任何 装骨灰银的设施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要反对呢 如果那个 现在有人叫做超级笨状城 其实就不是的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主要都是一些绿化带来的 基本上 那个规划其实就很符合 跟习先生说的文明笨状那些东西 只不过在 很坦白说 只不过在 香港那边写这些报告的 顾问公司就没有说 跟习先生说过什么 现在我们这个 是跟他的精神去做的 现在只不过是欠缺了这一道 我觉得 你们就说 就是又要用大湾区去押这一样东西 大湾区有发展 有说不准建筑物化大的吗 有说不准建公园的吗 有说不准在 就是这些所谓的黄金地段 建筑物化设施 是违反规定的吗 他说那些黄金地段 其实本身就是三份 现在说 他说 就是现在有些人说 这个是黄金地段 黄金地段本身是有三份在那裡的 就是有三份的记录 就可能超过一百年了 但是政府将那裡整到一个坟墙 就是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 那你跟我说 说这个是黄金地段 那是不是要挖走那些三份呢 是不是要移走那些三份呢 现在说反对这个沙岭 兴建筑物院安置场所 和纪念公园的人 那些政治人 你是不是要说 其实还有些人就说 那是黄金地段 那好吧 如果是黄金地段 是不是要剷掉那些 已经有在那些坟墓呢 是不是要这样做 你讲个事实出来就可以了 你讲你心里面想什么 你究竟对自己能不能够忠诚呢 这一件事其实 我很希望他们可以答得到 我不是说他们是废物 说他们废物那些 就是田飞龙 就是田飞龙说的 那我就问那些自己会对号入在 是忠诚的废物的人 究竟他们忠不忠诚呢 就算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废物 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忠诚呢 对社会是不是真的忠诚呢 对他现在说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忠诚呢 如果一个绿化大 加一个两栋栋 两栋楼 一个绿化的纪念公园 再加一个公共交通上落区 和一些配套的道路 可以摧毁大湾区的规划 这个和大湾区的规划是格格不入 现在他们说的嘛 要么就是摧毁大湾区的规划 要么就是大湾区 和大湾区的规划格格不入 绿化大都和大湾区格格不入 那是不是以后不用做绿化大 大湾区 那当然 有些人是要说就是 不是哦 上海那些不是这样搞的 上海那些 就是因为上海那些墓地 现在很贵的嘛 那那些墓地很贵的话 那有人当然想方法的 就是将那些先人的骨灰 围体 摆在长三角的地方 上海人呢 就没有什么反感的 但是呢 那个问题在哪呢 到了清零重阳的时候呢 护灵高速 和上海去其他地方 周边的高速呢 都是塞车塞得很厉害的 而且有人想到一些绝世好巧 就是在上海的郊区 买一个单位 来擠骨灰 哇 那么充满 不是 他算是随便有精 我算是内地的 赌钱的 我想 因为内地的墓地 现在说回 内地的墓地 其实你说要在大湾区撞的话 其实 港那些人根本完全不了解内地 内地的墓地 不是永久的 你放在那里 20年 要你搬走 20年的而已 上海都是的 那些产权只有20年的而已 他要你搬走就搬走 那现在内地 他说有些规划 那其实内地的那个 业权的规划 和香港人的认识 也是很不同的 那个情况是 就是如果你把骨灰放在寶福山 理论上 寶福山是永久的 你放在那里 就可以永远放在那里 那你内地 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有这些 保障到 是不是真的会 令到香港人相信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我就算你那些 藍營那些人相信 你那些藍營那些人 你那些藍營那些人 会不会将自己那些先人 那些骨灰放上去内地先 现在有人说这些 我只不过是 我不是系统性地去说这件事 暂时都 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究竟你们说的东西 你自己信不信 你能不能够对自己忠诚 现在反对沙岭 兴建骨灰暗的人 和纪念公园 其实你看回那个规划图 绝大部分用地 其实是绿化带来的 如果你说 在大湾区里面 建一件事出来 主要是绿化带 都说会破坏这个大湾区的话 那其实是不是一些 忠诚的说法呢 还有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我想要留意一件事 为什么有些地方 这个是人类学的问题 这个是事 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有些地方 会拿出来做山坟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大家 比如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有山坟 内过有旁边的楼房 其实本身那个地方做山坟 已经是告诉你 是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那里的土质 就是不懂得建东西的 如果你建东西的话 你要做大量的平整啊 甚至是其他工程 那现在根据建筑署的概念图 其实它就是建四层的 两栋都是建四层 建四层楼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连装都不用打的 香港当然是要的 它就依山而建的 现在根据建筑署的图去说 那它当然有装打 但是有些人说 这样可以由四层楼的规划 变成了建住宅 你自己想一下可不可信 你自己想一下可不可信 还有如果是根据它那个做法的话 就是它那个说法 那有些楼的单位 就会低于旁边的公共交通的上落客区 就是它说那些基建不会浪费嘛 现在做了一些公共交通上落客区的基建 沙嶺路那里有假闊了一点点 现在说基建可以用回 不会浪费了 可以用来建楼的人 或者用来建商场的人 其实他们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自己相信的 其实我很想问这些人 有些人还在报纸里说 从土木工程的角度 这些是小问题 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结论 设计现在就是 这个设施基本上 一年被人严格来说 巅峰用道 只是一年用两天 平时一天 其实来的人数其实很少 现在是 设计是这样 那你说如果建了楼的话 那些路要多阔呢 那个公共交通上落客区 要保险配套呢 要怎样呢 是啊 学校啊 医院啊 休戏设施啊 娱乐场所啊 商场食肆啊 喂 这些 这些怎么算啊 是啊 究竟是不是在说一些事实 好了 还有一样东西 是很好笑的 有一个在城市花园选区 就是严格来说是没有设计过那些 就是没有那些 就是没有那些 将那些 廢气累过才排出来的 你就拿来和一个设计好 还有有过滤装置的东西去比较 那对不对 就是现在做议题的人 究竟你们讲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诚实的 是不是忠诚的 我是很大怀疑的 我为什么要用这一节 讲一讲大方向先呢 就是之后我们会逐点拼它的 但是你想一下 现在各位你们先想一下 首先有一件事 政府为什么会做这些设施 因为是有需要的 第二 为什么会选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算是适合的 还有第三 那个环境影响的那个问题 其实呢 现在那个 关于那个火葬设施的 还评报告呢 是没有出来的 这个我也要讲给大家听 如果你去看政府的资料 现在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呢 是可以看那份环境报告 才讲的 是的 但是我要很肯定的 先告诉大家 如果要符合环保署的标准呢 就是那个排放标准呢 那个火葬设施 和那些冥强炉呢 它们排出来的那个污染物呢 要是很少才能过到关的 就不是那些人说到说 会影响到深圳 一定是很低的哦 那个影响是 因为大家都是政府机构 如果你政府的project 如果过不了环境报告的话 那就会反过来 要重新设计呢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 因为其实有些事实呢 就没有出来的 那有些人现在当然是 就是概念性地否定这一件事 也都 就是今天的我 打到作日的我 就是大条道 你说 现在才有大湾区的规划 那 其实 朱三角一体化发展 这一件事 老实实 我自己 都不是建制派的人士 也都不是真的 很了解内地的人 这个要先说 有些人说 你不懂的 好 那你当我不了解 我就不了解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讲一件事 朱三角一体化发展 这个概念 讲了不止十年 很久了 不是石 那个大湾区的规划 不是石头爆出来的 就是好像长三角大湾区 也都不是石头爆出来的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讲了很久了 其实 一体化这个概念 是二十多年 最少十年了 我讲的 因为我都免得讲太远 因为这个计划 这个沙岭搞这个计划 就十年左右 十年货仔左右了 有些人说 是曾荫权规划的 是 曾荫权是有一个概念 整个概念出来 但是之后那些 详细计的 那些拨款 全部是梁振英给钱 全部是梁振英 与头建制派支持 不单是建制派支持 泛民都有的 支持 是的 最早反对声音是2015年的 也是梁振英时代 有些人还在骂我们 现在特首呼声最高是CY 什么什么什么 你自己看下 你们到时怎么样 有刑法 如果真的下届 特首是CY的话 是不是 那你们就 继犬胜天 是不是 不过这么说 又要说回这一件事 现在这个议题 其实你要看到就是 香港的建制派媒体 全部都是在炒 是在炒业 商部 民会 大公 都是在炒这个议题 但是他们这三份东西 究竟讲出来的理由 是不是忠诚的理由呢 我是很怀疑 因为很多理由堆了出来之后 其实实际上 你想深一点就是 不可能的 我们迟些就会逐点驳斥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首先说他不忠诚 不一定是忠诚呢 你踢爆人之前 你都要给个人 给个机会 人家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论 是不是忠诚呢 如果他在短时间之内审视到了 是忠诚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大肆抨击 或者真的踢爆他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说我们 是搞到蓝营内耗 其实我们 是啊 我们有这么大的能耐 他说 其实这个就是抬举了我们 我们的view数有少 怎么可以令到蓝营内耗呢 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很... 不要当我们蓝啊 不要当我们有颜色 我们说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概念就很简单 究竟你们现在提出来的东西 究竟是不是真的忠诚的说话 还是有私心 吃了原本蓝烛香那些 吃了原本蓝烛香那些 真的做... 我也不想说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议题就是原本蓝烛香的议题 不少钱的 骨灰银这个市场 很坦白说 就是忠诚这两个字 不是那么容易拿得到的 也都不是可以用来形容所有人 就算某些建制派不是废物 他们都不是忠诚 我只可以这么说 节目来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人家怎么攻击我们 放在这儿先这个节目 建制性留言 有些人留言是很恶意攻击的 那些我们立刻删了 还有是充满封建余毒的 我们都是立刻删的 因为这个是不符合国家的 那个脸壮风上 国家其实是在推一样东西 你先留意一下国家的大政策 就不要跟我说大湾区 现在有些人拿出来的理由 连国家的大政策都是不符合的 那好了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就这样先拜拜 拜拜